18年前,58岁的卡米拉和查尔斯结为夫妻,并通过18年的等待,周围站到了权力之巅。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段美好的姻缘,但其实充满了不畏人知的群谋。 如今卡米拉成功加冕王后,而她那极强的野心也就露出来了。 加冕日当天让孙贝亮相白金汉宫的阳台,把前夫和儿子拉入王室,包括让查尔斯立遗嘱,让威廉善待自己。 其实这一切都是卡米拉嫁给查尔斯的目的,而整件事件的幕后推手就是卡米拉的前夫安德鲁。 当年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婚礼上,居然出现了卡米拉的前夫安德鲁,而作为新郎的查尔斯居然不反感,反而是笑脸相迎,这件事本身就是离谱至极。 堂堂的王室成员身上居然发生这样的事,但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,这场婚礼正是安德鲁想看到的。 其实当年查尔斯在认识大安娜之前,就已经认识了卡米拉,并且和卡米拉已经是恋人了。 在英国,马术比赛是很流行的,王室也不例外。 查尔斯和卡米拉正是相识于一场马术比赛上,两个人都是情斗初开的年纪, 查尔斯一下就被卡米拉给逛街迷住了,而卡米拉又很会掌握男人的心。 所以,对于查尔斯来说,对卡米拉就是一见钟情,于是两个人很快就坠入爱河了。 当时的卡米拉已经是一个情场老手了,她的目的性很明确, 嫁入王室做一个王妃,而查尔斯则就是单纯的喜欢。 可是女王不能由着这个孩子如此胡闹,毕竟王室是要脸面的, 面对卡米拉这个情史大于年龄,对我儿媳妇当然不同意。 于是接着那就查尔斯送去服兵役了。 年轻的查尔斯以为这是对爱情的考验, 心里想着回来还能和卡米拉携手共走未来。 时知卡米拉是个聪明人,不等查尔斯回来就嫁给了安德鲁。 但卡米拉知道查尔斯这个人可以利用, 所以她和安德鲁结婚后还一直和查尔斯藕断丝连, 重要的是这一切安德鲁都知道,而且是默许。 值得一说的是,安德鲁本身就和伊丽莎白是老熟人, 自然和查尔斯也认识。 婚后,卡米拉经常邀请查尔斯来家做客, 每当这个时候,安德鲁就识趣地离开了, 留下他俩一起干事情。 这在别人看来,安德鲁傻到家了, 自己找帽子给自己扣到头上。 但在安德鲁看来,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, 因为未来他还又用得着查尔斯的地方。 而安德鲁并不缺女伴。 在卡米拉和查尔斯经过无数次缠绵后, 安德鲁同样在外面也有不少女人, 比如说查尔斯的妹妹安妮公主。 后来随着未生棉的电话录音曝光, 安德鲁觉得是时候了, 然后和卡米拉离了婚, 接着就抢了朋友的妻子, 看来安德鲁也不是什么好鸟。 随后就是卡米拉和查尔斯的大婚, 也就有了上面安德鲁出现在查尔斯的婚礼上的那一幕。 查尔斯不生气的原因, 或许是觉得安德鲁把卡米拉让位给自己的原因了吧。 当然和原来出奇的相似, 卡米拉和查尔斯结婚以后, 卡米拉并没有和安德鲁断了联系, 而是一直联系很频繁, 或许是在周密他们的计划吧。 当安德鲁出现在卡米拉的加冕仪式上, 就是最好的聪明。 如今卡米拉加冕也有一段时间了, 查尔斯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, 安德鲁也是83岁的高龄, 所以也是收网的时候了。 可怜他只是卡米拉和查尔斯提了那一系列的要求。 现在看来查尔斯是那个最可怜的人, 守了大半辈子卡米拉, 到头来是一场空, 不过这也算是之前他犯下错的一个惩罚吧。 查尔斯三世加冕里准备了一年多,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庆典活动, 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加冕里的两位主角身上,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。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, 查尔斯、大安娜、卡米拉三人的爱恨纠缠, 被人们书写和演绎了无数次。 在这场无硝烟的王室战争中, 大安娜成了王室的牺牲品, 卡米拉成为最后影家, 加冕为英国王后。 但是,英国王室的宫斗连续剧并没有大结局, 而是随着加冕里到来, 把剧情推向了高潮。 自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, 卡米拉不再装大度, 而是暴露本性, 愈发肆无忌惮起来, 与威廉王子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。 这期间,卡米拉小动作不断, 先是在威廉王子婚外情上推波助澜, 挑拨威廉王子夫妇的感情, 之后,借着加冕里机会, 让自己前夫安德鲁一家人安插进英国王室。 众所周知, 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这对夫妻没有孩子, 当初卡米拉嫁进王室第二年, 就被女王婆婆拉去医院切除子宫, 以绝后患, 但这并不影响卡米拉纠战雀巢的决心。 在加冕里上, 卡米拉先是把自己孙辈安排了重要角色, 提高了身份, 与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, 路易王子并驾齐驱, 而这一切原本是属于身份尊贵的王室成员, 根本轮不到卡米拉的孙辈。 之后, 在查尔斯三世无限的纵容下, 卡米拉手越伸越长, 企图让查尔斯三世, 答应给前夫安德鲁求一个爵位。 虽然查尔斯三世目前还没答应, 但安德鲁一旦有了爵位, 他的子孙后代都是贵族, 整个家族也会兴盛起来。 到那时, 威廉王子就很难对付这个继母了。 那么,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, 如果查尔斯三世先走一步, 卡米拉在王室会是什么样的处境? 威廉王子会怎么对待他? 对于威廉王子来讲, 卡米拉抢走了母亲戴安娜的一切, 但亲儿子是未来英国国王是抢不走的。 虽然威廉王子现在持隐忍态度, 但他为母亲戴安娜在肯兴顿宫建造铜像, 回忆母亲时难过, 眼泛泪花, 我们就知道, 这样的深仇大恨他是忘不掉的。 总有一天, 威廉王子会成为英国国王, 王太后的位置会留给戴安娜, 到时候卡米拉怎么办? 如果再把哈利王子一家人叫回来, 卡米拉在王室的处境就举步维艰了。 但目前来看, 卡米拉似乎没考虑那么多, 她是一个有城府和手段的女人, 哪怕英国到处拉黄四横幅反对君主制, 戴安娜在英国民众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。 通过不光彩小三身份上位, 树立了反面教材等等, 卡米拉丝毫不在意, 也没有精力理会, 她现在最重要的是先享受王后这份尊荣, 之后让前夫一家进入英王室核心管理层, 不断提高孙辈在王室的地位, 为自己打造一个强大的后盾。 多行不义必自必, 子孤待之, 卡米拉有怎样的结局, 我们拭目以待。